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七小主 前段时间呢咱们不是刚吃完高粱仪吗 我看啊就有评论说 小主你是很喜欢吃拉丝的东西吗 这个怎么说呢 赶上了吧 凑巧啊凑巧 不过最近啊这个拉丝的东西好像确实挺火的 这不在高粱仪火的同时吗 还有一个东北拉丝糯玉米 咱下来看到视频 这就是我们东北黑土地种的年包饮 一年只有一季 皮薄粒满口口香糯 吃到只沾牙的玉米 贵拉丝的玉米 是不是很夸张 是不是很夸张 今天咱们就来试试啊 看看它到底像不像视频里 那么神奇 它呢是这样素风包装的 不过看着吧 感觉这个个头好像有点小呀 看 这就感觉比平时吃的那个玉米得小一半吧 虽然哈 它这个个头小 但是呢 看我这是买了8个嘛 花了29块钱 算下来平均每根得不到4块钱呢 其实价格反正是不便宜了 本来呢我以为啊 它是新出的一个什么新品种呢 后来晚上一查 其实吧它就是属于黏玉米的一种啊 像这种普通的黏玉米啊吃起来呢 大家都知道是很黏重的口感嘛 但是平时吃谁会拿的叉子去划它储它呢哈 所以也不知道这种普通黏玉米到底能不能拉丝 咱们就都来试试看看这个东北拉丝糯玉米有什么过人之处 哇这个糯玉米看看是不一样啊 颜色好艳呢 而且每个粒都特别亮晶晶的 也特别饱满 再看这个黏玉米就好像很干瘪了一些哈 闻起来好像也不一样哈 这个普通的黏玉米大家知道了 闻起来它是一股比较清甜的那种感觉嘛 这个它更像以前吃的那个老玉米老棒子 下边咱们重点啊 试试它拉不拉丝 哎呀哎呀哎呀 哇看了吗 真的拉丝了 哈哈 非常的黏呀 哇 它这个啊刚开始拉丝的时候 其实是偏细的那种丝 然后因为它劲比较大嘛 很黏 所以你刮多了之后 看都成一团了 全都绕在一起 就像那个强力胶一样 已经把下边这个粒连根拔起了 看到没 哎呀 看看 哎呀呀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 比视频里有过质而无不及啊 再来看看普通的这个啊 哦 这个 哦 黏 但是它不会粘到一块 看 还有啊 最重要的就是你从力道上 这么一刮就能感觉到 这个很轻松 就毫不费力的就能给它弄下来 这个可不是 哇 就特别费力的时间往下刮 哎呦 把下边这个玉米都摘起来了 哎呦 看到了吗 这个肯定不行 看 哦 摘牙上了 它这个口感啊 是吃起来很软糯的 里边那个芯 然后每一颗特别的大 一口下去啊 感觉每一粒吧 都特别有活力似的 而且韧劲十足 特别有力道交涨 吃起来非常有质感的玉米 我特别喜欢吃这种老玉米的棒子 它这个真的是一点水分都没有啊 那里边肯定都是精华 太香了 但是它这个甜度一般不算特别甜 但是也还好 这是刚刮下来的那个咱们尝尝 嗯 哎呀 这这种感觉像一大口芝士吃进去 整个粘绕在一起的一团 越嚼越有一股那个熬的玉米粥的味出来 嗯 有一点像 真的不错啊 好吃 再来尝一下这个普通的粘玉米啊 嗯 哦 吃完这个糯玉米 再来尝它 突然感觉 没有味儿了 如果把它比作一个汤的话 这个就是很浓稠的大骨汤 这个就是对了水一样 就那种感觉 知道吧 不说看你喜欢什么口味了 这个甜味好像比它明显一些 清甜的那种 但是口感上要比它薄 没有那么有质感 总的来说呢 这个东北拉斯诺玉米哈 果然是名不虚传吧 起码人家视频上也是没有虚假宣传的啊 确实不管是从看起来这个效果上呀 还有吃起来各方面吧 嗯 这个确实挺不一样的 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还有这个爱吃玉米的 可以来尝试一下 好了 今天的网红东北拉斯诺玉米呢 就体验到这了 大家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可以继续推荐给我啊 咱们都来尝试尝试 喜欢我视频的话呢 也记得点赞关注啊 拜拜